我們看這題目 這裡是OA向量以及OB向量 如果OC向量是等於OA向量加T倍的OB向量 而且它評分角AOB 求時數T是等於多少 那我們更具體我們做這個圖 那麼OC向量是等於OA向量加T倍的OB向量 所以在這裡我們做 這跟OA向量互相平行的直線下來 只要交於這一點 那麼這時候呢 這個向量就是T倍的OB向量 然後這個向量就是OA向量 那滿足第一個條件 那接著OC向量評分角AOB 所以呢這兩個角是相等的 那麼因為這是兩平行線 非直線所結 這內錯角相等 因此呢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我們做相同的記號 那這時候我們看到 這兩個角相等 因此呢在這裡 這三角形 會是等腰三角形 因為這兩底角相等 所以我們說OA向量長度 是等於T倍的OB向量 它的長度 那因為這是同方向 所以T是正數 我們把T提出來 這T去乘以OB向量的長度 因此呢在這裡我們計算 OA向量長度 那這是根號 這是6的平方 36 加上2的平方 這是4 加上-3曲平方 這是9 那麼這是根號49 這是等於7 因此呢我們帶回這個式子裡面 那麼這時候7 是等於169 那麼這等於13 因此呢我們帶回這個式子裡面 那麼這時候7 是等於13 是等於T去乘以13 所以我們算出T 是等於13分之7 這個答案 所以呢我們這裡回答 時數T是等於13分之7 這個答案